先生你被逮捕了 那你说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他是我的投资理财顾问 我今天预计就是把要投资的钱交给他去处理 那所以你也是在网路上看到这个投资网站的吗 我在网路上看到这个广告 他说只要加LINE就有投资顾问帮我理财 并且可以很快就可以获利 这里呢就是我自己本来唯一的LINE的群组 人生就是越分享会越有限 那不是那个超有名的理财专家吗 加LINE就有专人指导投资 好像很适合我耶 我来加一下他的LINE好了 哇还有专属的小秘书耶 所以我现在只要除职 就会有专人帮我操作 那蛮简单的啊 除职要大概多少啊 啊现在一万块好了 不多不少 一点点试试水温 上次头一万赚多少 哇上次一万块就有这样的获利 很简单很好赚耶 啊还是我直接再放十万好了 这样我应该离买房子就越来越接近了 想买车应该也没问题 啊又获利了 每天都有获利进账 开心 我十万十万的除职 现在已经两百五十万了 看一下后台的获利 几乎都翻倍耶 我想买车想买房好像都没问题耶 不过专案问我要不要一次三百万除职完 这样子好像要整个一把全下 要冲吗 但是把钱丢进去这样钱滚钱 好像很快就可以完成梦想了 好啦冲一把啦三百万啦OK啦 咬面胶有点奇怪耶 会不会被骗 不过他是专业经理人 刚好我有一些投资的问题 可以直接问他 应该是OK啦 应该是OK啦 小雪你好 我是跟你音乐的理财专员 叶欣洋你好 我还没有问完耶 什么意思啊 问什么 什么意思 我的钱耶 先生你被逮捕了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利用话术吸引民众加入赖群组 而赖群组内多为假人头账户 疯狂的赞叹老师高超的超盘能力 虽然投资管道不透明 但民众在获得小额的获利之后 就会降低戒心 而诈骗集团则会提高投资金额 进行高额的诈骗 提醒民众应该在投资前做足功课 看到稳赚不赔、保证获利、标股 或者是零风险的关键字 就知道这是诈骗 请各位民众多加注意